27號 他就簽出去了 說不上訴了 而且他的檢察長也批了 准他不上訴了 28號上午 他休假 出國去玩去了 你說我11點半接到電話 如果要關送 要找人 人家已經定案了 檢察官也不在了 如何關收 像這麼簡單的事情 憑著最高檢特徵組 他監聽的電話 他調個鍵來看 就清清楚楚了 他竟然是不查還是故意 還歪曲 說我如何如何 後來過了幾天 土城有一個立委姓盧 他的先人過世 我去參加公祭 當時王金平院長還有柯建民立委也在場 最高檢特徵組就憑著三個人的手機都在土城 就說我們三個人約好 在那邊密商案情 你看看他們這樣五段的柔制 還弄得煞有解釋 好幾分報告 還承到總統府去 還要行政院長叫我下台 等等 你看看 那這樣 最高檢特徵組用這種粗糙的辦案 法罪真的不應該有這種現象 那我開始的時候也有提到 說我們要做法律宣導 宣導目的要使人人知法而守法 但是碰到居心不良的人 不僅不守法 他還把這個法律做他的武器 來陷害中良 來欺凌 迫害那個國家社會跟人民 但是我想我們知道 法网惠惠失而不漏 老天有眼 自有果報 像這樣惠惠做來的人 他有沒有得到報應呢 有 他後來被判有期徒刑 一年三個月 我有沒有罪 沒有 我今天還可以在這邊大方的跟大家在這邊談法律 我覺得雖然有點諷刺 我一生從事失法為大家的公平正義在奮鬥 可是被莫須有的關收罪名抹黑 還好 我們的老百姓 我們的社會 可以說相當的成熟 而且是看清事實 分辨是非啦 像事情剛剛發生那段時間 我只要出外呢 被不認識的人認出我是誰呢 大概都會跟我講 勇博 加油 我們支持你 像有一次我做捷運 對面做幾位老先生 對面那一排 看到好像是機能退下來的 他認識是我 三個人都舉手跟我敬禮 我趕緊站起來跟他頂個頭回禮 你看看 社會的溫情就是這樣 還有一次呢 我坐高鐵從台北到台中去 一個賣飲料的小姐經過我的座位呢 就泡一杯咖啡給我 我他在坐到旁邊就跟他講 小姐 我們沒有買咖啡啊 他就 他沒有什麼紙可以寫嘛 他就紙巾上面寫勇博加油 寫這幾個字給我 我說 我要送給勇博的 我當時感動的掉眼淚 完全不認識的女孩子 她用實際的行動在鼓勵我 那我覺得呢 我們的司法 我們的人民 還是非常的講正氣 講公道的 那各位是不是認為我受了這樣的冤析 抹黑會對司法失望嗎 我想我要明確地跟各位報告 我沒有失望 我還是信任司法 我認為呢 我們的司法 絕對要盡全存在 我們的社會的最後一道防線 還是要依賴司法 我們的公平正義還是要靠司法來保護 不過我們的司法 有時候會遇到暗流低潮 讓有一些公平正義沒有辦法完全實現 這個大家放心 只要我們共同努力積極來奮鬥爭取 相信我們的司法會越來越好 那在這裡呢 我想以我在那個 我們法務部簡介我講的幾句話呢 來做今天的結論 也代表我對司法的堅持 那這幾句話是 為公平正義乃永恆的信念 可以超越事實的生死是非紛爭 為公平正義乃永恆的信念 可以超越事實的生死是非紛爭 我在法務部簡介裡面部長的話 寫了這幾句話 我現在都還牢牢記住 未來我們的司法還是有希望有前途 我想今天就報告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曾經部長經常的演講 然後我們從今天曾經部長演講裡面 讓我們了解到 曾經部長在司法部部長面內 他做了很多的事情 他的智慧從小一直到他成為法務部長 整個的經過 他要講我聆聽了 也聽了以後非常感動 就是一個人總是實現自己當年的願望 然後他不斷地去做 他也在法務部長院內 做了很多的事情 無論是佑人神谷也好 去告訴受賢人要動畫也好 各方面 討紫交也好等等 其實也做了很多事情 我想這是從今天正部長演講裡面 我聽了也是第一個非常感動 好 最後我們做雙下溝通 我們採取一問一答的方式 一問一答的方式 請你舉個手 然後讓你來發言 你按上前面的麥克風 好吧 你來發言 請您先舉手 好 來 您先開始 部長 非常感謝你 今天把你進入歷程 成了整個從你從小本學 想要當法官 律師等等的一個企圖心 那我本身呢 就是貴部的榮譽教委師 那我也感受得到感同身受 就像以前我在台南監獄 台南看守所 還有燕獨熱箭所 在沙灘的鄉 還有少年幫護所 擔任律師教委時的一個回憶 那這裡面呢我提到 剛剛部長特別提了兩件事情呢 我會覺得非常非常的感動 第一件事情呢 我們所謂的惡與痛 這個balance 平衡 惡與痛 第二個呢 就您剛剛所談的 我們的事務上人 星雲大師講了一句話 因緣果報 每一個人眾所因得什麼果 那在我們這個每一個人的一個 人生的過程 老病時生的過程 都是一樣的 所以呢我感受到部長的用心 因為這裡面呢 我也參與過貴部的這個講座 和我到法務部授獎的情況 我當時是馬總統當法務部長 所以我就當農譽教委師 那剛剛提到的 您所講的 脫胎 放育 浴火 成神 我深刻回到 當時呢我在台南縣 上山鄉 現在在台南市 大台南市 我每一個禮拜去和他們 這個收容人 我們當時講受信人 現在改口了 收容人 那是收容人他吸毒 我記得在阿扁當總統的時候 我們有四百多位 這個等於說在基督村裡面的人 到最後呢 我們大設特設完以後回龍 又變成還是四百多位 那由這間看出來 我們的教話 確實 由如剛剛部長所講的 我深刻體會到 很多這種收容人 他的心態 就剛才你所說的 人不能夠 人不是聖人不是聖 都會有錯的時候 當你錯的時候 家裡不諒解 甚至於你出獄以後 你到家裡去找人 找多少人了 這家已經搬了 說不定父母親也放棄你了 所以我在更生保護等等 我們在每一次開會 常常講到這個問題 那我們看 部長是非常非常用心 因為你到了英國 從加布里克 牛津 再到德國 再到美國 這些州長會 當你再講完以後 從開始講到這十分鐘裡面 他們能夠肯定你所講話 結果台灣的預證 是這麼的好 當然我們也感同身受 部長受了冤屈 但是我覺得 親者自情 卓者自覺 老天有眼 台湾話講 難你走 替你狂 一步一開 討見沙秋無心米 做什麼事情 本著良知良知去做 當時的誤會 不管你和王英明 和這個立委 民進黨的立委等等的問題 都時間也都不對 我們當時也在開會 也在嘗試的事情 我總覺得很多人 要了解事實情況 不要一妹子去污衊 我剛剛感動的是蒙 剛剛你在做捷運的時候 三個軍人起來和你敬你 我覺得你是值得了 而且我真的 我對部長的作為 我非常肯定 我雖然只不過 法務部的榮譽叫鬼師 但是我覺得你一路走來 始終如意 謝謝你 非常感謝 你承擔了我們的榮譽教委 教徵業務幫忙很多 對剛才你聽了我一些講法 給我很多鼓勵跟勉勵 非常感謝 當然雖然我現在已經卸下公職 但是我還是盡我現在的首能 來努力 因為我現在自己找一些退休的典禮長 首長還有檢察長法院院長 成立一個台灣領航法協 台灣法協領航協會 來繼續這方面的努力 感謝 謝謝 謝謝部長的演講 這個部長 離開部長處以後 沒有擇在民政裡睡覺 願意出來跟個演講 非常感謝 很好功德 但是呢 事實上我們台灣的司法 跟國際的司法 它不一樣的 尤其是檢察官 檢察官他真相發現 部長幹了那麼久的部長 訓練了檢察官 他卻發現真相 然後讓部長這樣子蒙受感怨 你臨在職的時候 你沒有把這些檢察官把它訓練好 所以是發生這種現象 事實上台灣的社會也是這種狀況 台灣的這個詐騙人 享譽國際 為什麼呢 有很多人 他心懷不肯 他老謀生算 他生懂法律程序 實體法程序 都非常懂 但是呢 他要去用司法當工具 也就是剛剛部長講的 他用司法當工具 去做他的謀生的工具 謀利的工具 所以很多的人 在監獄裡面 受到冤情 或許你們這個 選出來的優惇神父 都進入特別挑選 他是不是在社會上 受到冤區呢 不知道 因為沒有怎樣發現 但美國他有一個非常好的制度 就是什麼 就是冤獄平反 他用年輕的年輕 這個大學生 去研究這個 研究你每一個案例 是否是真的 或是假的 他是有沒有犯罪 這個非常好 這個制度非常好 美國的這個警察局長 馬分局長 他去陷害這個 老百姓 他們用這個學生 去研究精神 去把這個問題的重點 把他找出來 來解決這個司法上的問題 這個 這個 這個陷害這個 老百姓的這個 這個 分局長 他也在這種 正常發言之下 承認他們的罪過 那我們是不是 有沒有學 美國這一套呢 我們台灣的司法 真的很糟糕 我們那個 蔡總統他最近講了一句話 他說這個司法改革 是一個社會工程 它不是一個法律工程 也就是說 我們從八十八年的司法改革以來 就是那個 閻大革中央講的 他有很多的那個 決議的案子 員工不斷 又在這個司法院跑出來了 也就是說 這些司法 在這個司法院裡面的人 三四十年 他老自盛的人 他都沒有做這個司法改革的問題 這是很奇怪的問題 當他批植以後 他應該是做更大的工程 說我在做的時候 有時間去反思 去追考 去追問 我以前做的什麼 沒有做好 那我以前的以前的 沒有做好 那對國家社會 有沒有更大的貢獻 那您現在 沒有多麼明白 你打算是 您做的更大的 就是令人敬佩的地方 但是 還是有很多地方 我們必須去 一步一步的去研究 因為我們的 台灣的司法 他有很多很多的 這個缺陷在那裡 那麼多的司法改革 高等法院每天 就是研究 做這個法律演講 就要做這個研討會 但是有沒有改革呢 也就是說 你會議歸會議了 那你做的時候歸做了 沒有做 我們現在都是這樣的 我講一句很真實話 我們蔡總統上了一句 她說 解決白色恐怖的情緒方法 就是什麼呢 它基礎在哪裡呢 就是真相發炫 她為什麼講這句話呢 有沒有改革恐怖啊 我不知道 但是她說要解決這個問題 要這種真相發炫去解決 這個是非常好的一個觀念 是不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今天 台灣有那麼多的華麗現象 它不是正義的 因為它是被扭曲的 因為它是被有些人在那邊 在那邊製作混亂了 那這些混亂的根源 我們有沒有找出來 我不知道 但是喊喊區域下去 所以在這邊 我只能提醒部長 在以後做更大的貢獻的時候 是為了提醒我們的司法界 你把這個根源找出來 你真相發炫 我們就是要這樣真相發炫 我們的司法之父 是以攻防為主 而不是真相發炫為主 剛剛您提出來的證據法則 就是一個最好的真相發炫 但它不是啊 它只是在比施力啊 是不是比權力啊 比誰的力量大啊 是不是比誰有錢啊 所以說 司法界有錢攀升 沒什麼攀升 這種現象其實是存在的啊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建議 就是說 部長要做更大的貢獻 在這個退休以後 不要把自己當作是一個退休人 而是要再重新啊 這個 去練練這個人生的一個 精彩的 這個幸福生活的一個人生 謝謝 謝謝 確實啊 我們司法有很多的問題跟弊端啊 確實 好幾次的司法全國改革會議 但是呢 這些問題跟疾病呢 還是留存著啦 那當然這個要全國共同來努力 剛剛提到的 所以我認定可能沒有交好這些檢察官 所以這些檢察官會出這些問題 也是我要感謝你的提醒的問題啊 感謝 以後有機會 我們當然共同來努力 謝謝 好 我們來的請提 感謝程序主持人 現在才輪到我 我昨天開庭的時候 我一舉手 審判長就讓我講話了 然後今天報紙都登起來了 就是說我那個 我控訴馬英九先生 除惡勁 然後要從重量刑 我今天 我今天來講的時候 我舉了那麼多次手 然後程序主持人 現在才點贏到我 我很抱歉 我想說第一次讓部長看到我 我就是那個收判的 沒有上訴的那個夾官 那個定檢署夾 我現在是台北定檢署夾官 林秀濤 那這件事情 因為部長是真的不認識我 他當時開了一個記者會 他說林秀濤是誰啊 然後站在我面前 我都不認識 這是事實的 他接部長才第一次見識到我 我就是那個林秀濤 然後那時候的王金平院長就說 我是優貝亞的人 因為他是這個政客講這個話 就真的是害死了 害死了我也害死了那個曾部長 我真的不是他的人 而且事實上我收判的時候 部長那時候正在國外 就是你要拍手的時候說他政績很好 他真的在國外的返台的班機上 也沒辦法對我官說 我那時候在那時候收判的時候 他在坐在班機上 那這件事情剛剛部長講說 說是不是假官辦案 辦案沒有認真的查案 所以導致所以才會說這個官說是成立的 事實上我因為我在第一線 那個卷中我雖然沒看 但是後來我事實上看到了 我的筆錄的時候 我勾集起來的結果 不是檢察官辦案不立 我後來這案子我起訴 我提起民事訴訟的時候 我舉證是說檢察官在辦案的時候是明知 是明知我不收判了 我在王金平打電話給曾永夫部長之前的時候 他就已經知道這件事情了 為什麼我可以這樣舉證 我為什麼可以這樣舉證 我就說因為在他專案報告的提稿 就是特政組專案報告的提稿 一開始就已經開中名利寫了 說檢察官是在6月27號就收判 那王金平打電話是在隔天的6月28號中午的時候 接近一點的時候 他一開始他就知道了 而且他傳我來問的時候 檢察官就是在筆錄的時候 就一直在再生地確認 你有沒有到田日期的可能 因為他知道我隔天已經出國了 那一定是到田日期 一定是回國以後接受到官說的時候 所以才故意到田日期的6月27號 他就說你一定是到田日期的 他再生地在未救這一件事情上 他跟我確認 我說我沒有到田日期的習慣 他已經把他靜明筆錄了 然後靜明筆錄然後他也後來再跟我確認 真的有沒有找你討論這件事情 靜明筆錄了 我說我沒有 他沒有找我討論過這件事情 所以他是已經明知了 我收盤在王金平打電話之前 他已經知道 他已經解案了 他也知道曾永副部長了 完全沒有介入這個案子 可是他9月6號還是要召開這個記者會 還是要召開 我跟他舉聲說 我說你是為了鬥爭的緣夫 因為你知道這件事情 你知道明明知道官說不成立 那你還訴諸這種政治性的道德指控 你的目的就是要讓王金平院長 在曾永副部長下臺嗎 就這樣子 我就這個很好舉證 這個筆錄上清楚有的記載 而且如果你他讓我說謊 現意監聽也有監聽到 我不可能說謊 我沒有說謊的空間 也沒有說謊的地步 黃世民總長非常非常厲害的人 以他的辦案手段 他是無所不用其極的 對人家鋪天蓋地的 他如果認定這個人有犯罪 他是鋪天蓋地的存互的偵查 而且他對我是現意監聽 所以我也沒有可能說謊的可能 有任何一點瑕疵 他是可以找到可以搭做文章的 就是沒有瑕疵 沒有瑕疵的時候他沒有辦法 他就只好用誣陷的方法 那誣陷的方法他就開記者會 因為他單一只能趁王金平院長出谷的時候 趕快幹 因為等到他回國的時候 黨籍已經撤銷了 那王金平也只能 他心醒的時候也只能屠夫婦 這件事情就大肆已去 他們的策劃就是要這樣做 所以我沒有辦法今天 昨天的麗婷檢察官說 起訴馬先生是不得已的 沒有檢察官希望起訴一個總統的 我們希望我們的總統 是像天上的百姓一樣 我們是可以去贊給他的 他是個多麼好的一個總統 沒有一個希望我們選出來一個領導人 他國家領導人是一個這樣子的 一個專門去鬥選鬥爭政敵的人 我們沒有人希望他這樣子 其實我們討厭像陳水扁 他曾經是貪污犯 我們當初在選擇他的時候 我們也希望他是一個 為人權奮鬥的好總統 好的國家領導人 我們一定是這樣子 希望我們才投向那樣神聖的一票 我記得我投馬總統的時候 我多麼高興 我那時候騎了腳踏車 然後天氣又很傲熱的時候 我騎了半個小時 我去投那一票 因為我希望這個人 當我們國家的領導人 其實在昨天在指控他的時候 我心裡內心在彈血 說我們怎麼會有一個領導人 這樣子的去欺負人 只是為了要整肅政敵 其實縱使我們 我們再怎麼樣討厭王金平先生 那請你用政治的方法去解決 你不要把法律當作你的政政工具 我們內術再說的是說 法律他有法律的一定程序 他犯罪你帶他去指控他 但是他如果沒有犯罪的話 你要討厭這個人 你可以總統的行政特權 當然可以完全不復理由的 我們開除掉王金平我們都贊成 但是你請你用政治的方法去解決 你不要用法律的方法來解決 這就是我覺得他應該要被責備的原因 不能把法律不能把檢察機構 當作是你的工具來玩這件事情 你可以用任何方法 但是你不要用法律的方法來做這件事情 這是他應該受責備的 王金平我也很討厭他 因為我覺得就是說 他這個人有點滑頭滑頭的 可是我討厭你 但是我也不能夠去罵知你 因為你在這件事情上 你沒有做錯 假設你真的沒有透過 他確實沒有透過政部長 來灌輸我的話 他就沒有做錯 你再怎麼討厭他 你都不能夠去指控他有犯罪 我今天在這裡講 因為我們大家就關起你們來講 那我這件事情 因為政部長第一次看到我 所以我當然 我只能把這件事情的原委 就很誠實地對著上帝講 對著在眾的諸位講 特殊組的假官 他違背著他的良心 他明明知道這一件案子 不然說不成立 他還要來指控別人 可能他就是討厭的政部長 討厭了要執行的馬總統的意志 要這樣子做 你可以這樣子做 但是請你不要用法律 剛剛回到我們一開始 政部長一開始講的 他在田务站車站被人家欺負 當他指責別人的錯誤 說你為什麼要插隊的時候 在座有很多人他認識的 可是沒有一個人站起來建議有為 替他說真話 因為大家要害怕 因為那個欺負 欺負政部長的人 可能是一個流氓 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 可能他是一個有權有勢的人 那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替 替弱小的人 反正這個人我不認識 我幹嘛替他講話 那昨天公訴假官 在指控馬先生的時候 引用了一個德國的哲學家 當納粹來殺害那些共產黨的人 我不講話我保持沉默 因為我不是共產黨的人 當納粹來殺害猶太人的時候 我也保持沉默 我也不講話 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可是當有一天納粹來殺我的時候 沒有一個人替我講話 已經沒有一個人替我講話了 因為大家都保持沉默 因為我不是世界的當事人 那這件事情我為什麼我要起訴 因為我老實說 因為我不願意像正部長一樣 我不願意淪落到將來 有一天我寫回憶錄 寫回憶錄然後來控訴這些人 這些人多惡劣多惡劣 然後上天有一天替我主持真理 那我不願意這樣做 我不願意把自己的身心靈 變得好像導致最後離婚的就是創傷壓力症候群 我覺得今天神如果賦予我一個責任 是一個檢察官的職責 我就必須要背負這個責任 來去責備這個罪惡 哪怕這個案子最後我可能對我是一個不利的判決 哪怕那個法官因為背靠權大勢大 然後或者是說他運用法律 他是一個法將 他覺得說他運用法律他是這樣的認定 像我們昨天就是為了就以陷入的命義 不是祕密 那這部分被告男主先生有沒有構成犯罪 這部分我們就是法律爭執了很久 可能他可能爸爸會 事後會因為基於構成藥劑的關係 而判決對被告有利的判決 這部分我不知道 但是起碼站起來了我去指控他了 我去責備罪惡了 那將來有一天你不要對不起自己的良心 不要淪落到將來只能寫到回憶路的第一步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請訴的原因 那希望部長能夠了解 對啦你可能教不好我啦 因為我可能就是變身反骨 我沒有辦法去順服啊 可是我還是要講 因為我是一個基督徒啊 我信奉真理啊 我還是要去該講的該責備的 也許我很多地方做錯 可是我認為對的地方我要去爭取 就是我跟部長很抱歉的原因 我跟你體內畢竟還是不一樣 對不起 講到文 謝謝 謝謝我們林檢察官 確實我們今天第一次見面 外面在講說你是我的人 我們根本沒有見過面 怎麼是 不過我在這邊 要跟你恭喜啊 你的民事案判勝訴確定 只是沒有照你的意願 他賠相當性的十萬塊嘛 他認為我太晚起訴了 有些是時效的 那我沒關係 因為太晚起訴因為我到時很怕 因為我的上上級跟上上級 是蠻久的人啊 我怕他報復